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道宗苑的大师兄 实力也就不过如此 这女反派 小别只长得真东西啊 你的灵魂本宫就收下了 待本宫得到你 天道宗苑的那帮老安公们一定祈死 再拍头 这是我一个妙龄美少年的免费看了就及吗 谁 这么深人其境的吗 我电视屏幕怎么变宽屏了 不对啊 我不是在看电视吗 怎么吃我挂的功夫就多变了 难道 我传到电视剧里了 不是吧这也太傻了 你是何人 你真能看到我啊 我就是一吃瓜群众 瓜 什么瓜 就 你俩的瓜呀 胡言乱语 我管你一世事 得罪了本宫 就得死 啊 啊 照片啊 怎么不动啊 咋回事啊 难道 遥控器在这里还能用 再试试 你的功法 你的功法 哪为什么如此邪性 原来遥控器才是天权法宝啊 小姨 看白能耐 你到底是什么叫 人呢 这儿呢 哎呦我妹啊 累死我了 怎么淘宝还带着脱文瓶呢 喂 刷个醒醒啊 我要是现在在家的话 再也不记 我也能点个外卖吃啊 要是暂停键有用的话 是不是关机键 我记得回家了 我这是在哪儿 没反应啊 是她救了我吗 是你救了我 不是不是 我就是会过路的 按正常剧情发展来说 救你的人应该叫一小小 对对对 快关机我又回去 太乱了 蓝蓝的天空 阴阴阴 哎呀 你穿西了吧 你突然这样 我会以为我在看影音的角落的 要不要 一起去跋山 你觉得我 还有机会吗 我还有机会吗 我还有机会吗 大胆谋徒 你敢向我大师兄 拿命来 别乱了我呀 我没有 姑娘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啊 就是个噩噩踹的叶三尔叶牙 那个比噩落成些 像个怪神的 但是 但是没饿出来 若没看到人 姑娘可否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或者东西 东西倒是有一个 就是这个 我老八十八年 充满了结果 这么奇怪的东西了 这定是魔教的魔兽 如果找不到大师兄 为了KPI 不如 我们就把这个带回去吧 那不是女主一小小吗 那不是女主一小小吗 记住我 看过莫千亿的预告片 知道那个女人 就是女主一小小 她因为从魔族的手中 救下大师兄 美救英雄 俩人一见钟情 所以 我要是要回去的话 必须得修正剧情才行 晓晓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谁啊 来不及解释了 跟我走 去哪儿 去找你的大师兄啊 大师兄是谁啊 见了你都知道了 那是不是五师兄 什么 阎罗王来了 快走 你们两个站住 五师兄啊 你们两个在这儿干什么 大师兄在树林里 他被魔教所伤 虽然昏迷 但并无大碍 你们速去照看 那我们去照顾大师兄了 您先忙 走走走 魔女 我那两个同门资历尚起 差点被你玩弄于鼓掌之中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是个凡人 你是挺凡人的 那请你解释一下 为何那魔物在你身旁 不是吧 这种时候 这臭病男孩玩弦一梗 编剧 我要给鸡刀片 等等 这剧情 开成的不对啊 他们说的魔物 该不会是 我的沙发吧 出招吧 不行 但是这么发展下去 女主都死了 我还回什么家呀 刀下留人 是你 刚才让你逃走 有点本事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我就是 露剑不平 你伸好的羊 你才妖孽 你全都是妖孽 你们合谋伤了大师兄 肯定是魔教的人 都别装了 伤大师兄 拜托 我好心救他 他反过来给我穿小白船 帮我下裤子好不好 我看你是 不见棺材 不掉泪 糟了 我怎么忘了 这个臭病男武师兄 从来被天人解释的 救命啊 老娘骨灰即恐高 我 我走 我可以不带我吗 你快救命吧 救救我 凡人 真凡人 让我上处十方 做回自己有多坦荡 去着的路 让我看清风光 要学会为自己鼓掌